晚安 謝謝Holo 為你送的文索麗 美好直播時光 真的 在疫情沒有辦法跟大家見面的情況下 反正就是聖直播是大家的 唯一救贖也是我的救贖 好悶喔 就很想跟大家聊天 可是就一直待在家裡一段 我真的除了 今天除了到垃圾都沒有踏出家門半步 沒關係啊 大家就把頭髮留長吧 還好我在爆發前有先去剪頭髮 然後 就是 現在剛好留在一個我覺得很剛好的程度 謝謝 CJ送的紙樸的守護靈 謝謝 守護靈 我是不知道有沒有變胖啦 應該沒有吧 希望不要變胖 上班都在期待直播 我上課也都在期待晚上跟大家聊天 我今天點了一杯無糖的綠茶 氣兒晚安 小二晚安 鱷魚晚安 小黑黑晚安 沒有 小黑黑終於說話 謝謝 哈囉 乖乖 憂喜 憂喜 你好 哈囉 哈娜 你不是說都有在玩just dance 應該不用擔心嗎 對啊 我昨天又打了好幾手 我昨天跳很多手 然後跳到滿頭大汗 而且我前陣子發現我的 跳舞時間很奇怪 就是我都在洗完澡在包頭那段時間跳舞 可是這樣就是全身都是汗 然後 就洗澡好像沒有什麼用 所以我現在都改成先跳完再去洗澡 因為我都很早洗澡 然後 然後 昨天 我把火神的眼淚看完了 就是大家都有在說很好看的一部劇 就是 我有時候 會一直很懶的去追東西 然後 可是有時候 就是一不小心看 然後就不小心全部追完 對 手機GG了 為什麼 用個空幫我 空幫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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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然後 我覺得火神的眼淚真的很好看 就是 我有看到哭 很好笑 大家有看嗎 在那個 最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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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一看幾個 大概就火神的眼淚 對 因為它在Netflix上面是第一名 然後 我前幾天 就大概一直推 然後我就去看 然後真的覺得 蠻好看的 就是 它講了很多就是消防員的心酸吧 就是很多消防人 現在可能台灣消防人現在在 工作上會遇到一些困難的事情之類的 跟這個工作有多偉大 然後 多辛苦這樣子 像很多消防人好像就是都是 就是 不能好好睡覺嘛 就是他們在 有時候 可能晚上就得出勤啊之類的 然後 其實火災也是蠻危險的 救火是一個蠻危險的工作 然後 就是 你等於就是拿命在拼 所以看完就覺得 蠻 尊敬這些 消防員的 然後也覺得就是演員都很會演 就是真的 全程毫無人場 就是很 很享受我把這部片 這部劇看完 這部劇看完的 它一共有10集 晚上好 四海晚上好 就是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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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常唱歌 但我覺得還好被爆 因為我之前被爆了才去看了 可是就是 我覺得每一集 就是雖然他的劇情通常很容易被爆雷 可是就是很多劇情 跟小他們處理一些案件個案都還蠻 蠻好看的 就都還蠻精彩的 因為他們每一次 他們每一集都有不同的案子要處理 然後就是他其實都會很 案子很多就是 消防人在工作上可能就是會遇到的一些 很多很多突發狀況 就比如說 比如說有些人可能就是 可能遇到恐龍家長之類的 不然就是指揮你怎麼開救護車的人 不然就是開救護車 只要闖紅的那些也是很危險 因為有可能還是會發生車禍 然後 不然就是 嗯 就大概這樣子 然後還有感情線 然後 之類的 然後你會感受到就是他們這一群 消防員之間 同人之間的 這個 羈絆嗎 就是他們很團結這樣子 然後大家都是好朋友 就覺得還蠻好看 嗯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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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摩臉部時間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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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 然後屋主很生氣就要告那個消防員 破他們 然後導致那個消防員要賠八萬塊 然後我就覺得天啊就是他只是要救人 結果他竟然要賠八萬塊 然後我就覺得很 很可...就是那個消防員很可憐 可是最後 就是這件事情就是最後 有一個也算是好結局嘛 也不是... 就是有算是一個暖心的結局 之後有一個暖心的結局 然後這個就不劇通 然後還有就是那個賠錢的消防員 後來又遇到一個案件是... 算了我不要講好了這劇透太多了 反正就是他因為破門 就是發生了很多事情 因為講真的就是今天 萬一裡面真的失火了怎麼辦 對啊然後屋主又不在裡面 難道在外面一直等嗎 可是萬一破門的話 裡面沒有失火 然後又變成就是修門是那個消防員的責任 然後那個消防員就很可憐 因為他也只是出自於要救人的心態 然後又可能就是旁邊一直有民眾 一直講說趕快破門趕快破門 這樣他們也會有壓力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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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有在別的地方播欸 反正我昨天一口戲看完了 然後我就覺得 我之前就有看了一兩集 然後昨天是把剩下都把它追完 哦 公司自己的平台應該也有 對啊 可是我是在 就是 NETFLIX上面看的 嗨 就覺得 警消這些職業都 就是警察跟消防員還有救護人員 尤其是現在的醫護人員就是覺得這種 做這種職業的人都很偉大吧 因為他們三個人 三種職業的人都是在保護人民 然後 就是一直奔波吧 然後又看到就是前陣子不是有新聞 就是 護理師被病患刺傷 然後就覺得說 怎麼會去刺傷護理師呢 就是護理師這樣子沒日沒夜的照顧病患 然後 就是穿隔離也很熱啊 然後他們也很辛苦啊 就是誰不希望自己的工作環境是一個 涼爽舒適 然後不用做太多勞力的工作 可是他們就選擇這個工作 因為他們就是想要救人 就是他們有這份心想要去救人 所以他們選擇這個工作去做 因為 我有很多念護校的好朋友 然後 他們現在也都是 就是現在他們 因為他們是念五專 然後 他們現在已經畢業 就是他們第一年在醫院上面 就是他們考到護理師 然後他們 第一年在醫院開始上班 他們之前都有在實習 可是現在就是正式 從學校畢業 然後開始在當護理師 然後就遇到疫情 然後他們就是 也是每天這樣子 各種輪班 然後 就是一直要工作 就覺得他們很辛苦 就覺得說可能大家就是 以後去醫院的時候 就是要多給他們一點 包容嘛 就是他們如果真的很忙之類的話 也不要太 要求什麼 對啊 然後 我覺得其實就是像現在外送員都很辛苦 就是 外送員 願意就是 冒著病 就是可能會 就是 就是冒著現在外面就是 疫情很嚴重 這個環境下面 然後就是去送餐 因為現在其實很多人 為了不出門 然後大家都會待在家裡 叫外送比較多 就是為了 不要群聚 所以大家都會這樣子 一直叫外送 那也是多虧外送 讓大家真的都可以 多半時間都好好的待在家裡 對啊 即使被疫情期間 他們也都是很忙碌 然後很辛苦 所以 覺得就是 大家就是要多 心裡 去看醫生都心裡 就是可能去 接受他們的服務的時候 心裡都要有一份感恩的心吧 就像是那些消防員也是啊 就是他們救火 然後他們幫民眾解決問題 很多就是 對啊現在對 護理師還有醫生來說 其實都難上講 而且就是你要 克服那個心理壓力 因為你照顧 就是你等於你要成為 最接近那些 確診者的人 然後你自己也要 克服心理壓力 然後警察也是 就是 警察也很辛苦 就是要一直去 勸導一些不戴口罩的人 還是要去 維持秩序嗎 之類的 就是覺得警察也都很辛苦 所以就 非常的感謝他們 然後 前陣子 就是聽DP也上傳了 感謝醫護人員們辛苦的影片 然後就是真的 我在錄這個影片的時候 心裡也有想了很多 就是我那天在做 護理師的朋友 然後 恩 就雖然他們都是 剛新進的 就是 新進的護理師 可是他們都是 很辛苦 還是很辛苦 就是 也不是因為他們是 新加進來 然後就比較不會有工作 可是就是他們就是 也都很忙 就希望大家趕快 好好配合 然後這波疫情趕快過去 然後 大家可以再恢復到 往常的好的生活 恩 也希望就是 那個每天的確診數字 都可以慢慢的 繼續下降 然後 希望大家可以 趕快再見面 想各位了 想念這個可以 平常跟大家這樣子 公演啊 握手會的 台灣 相信會很快就到來的 大家加油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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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umber 很快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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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加油 一起加油 大家加油 熊貓們一定要健健康康 我們最後要再見面 到時候一起開趴 耶 對啊 大家一起加油 先穿了一個很學生 學院風的衣服 然後 可是我今天上課沒有這樣穿 其實我一開始上課都會開鏡頭耶 然後我那時候還在偷化妝 然後我現在都不會開鏡頭了 而且我要把 用那個便條紙把那個 鏡頭貼住 因為我很怕我不小心按到 對 博爸也都在家裡工作 所以現在家 現在家裡會有兩個人在家裡 會在家裡上課工作 因為博弟已經要畢業了 因為博弟已經要畢業了 博弟現在就是等著今年9月開學 就要上大學了 哇好快啊 自己的弟弟要上大學 有種 不可思議的感覺 然後我要迎接我的大三生活了 不過大二就這樣子 在一個神奇的情況下結束了 今天超可愛 謝謝 我們就沒差幾歲 可是這次還是會覺得 唉 就是以前那個老一跟在我後面跑 弟弟也要上大學了 今天最後一堂課 每個學生都穿學飾服了 好感動喔 可是好 只是有點 為他們感到超可惜 高中學弟妹都在慶祝畢業快樂 可是我之前看到很多人在慶祝 我自己有給我看他們 今天班上初學有在傳訊息之類的 祝所有畢業生畢業快樂 我們有人是今年的畢業生嗎 有高三的學生嗎 有高三的學生嗎 現在聽一聽 喔有耶 節約星 是嗎 節約星 雨林 果果 然後 還有 高中嘛 高三的只有這三個嗎 還有誰啊 節約星雨林跟果果 好 就他們三個吧 高中 高三只有他們三個 然後 還有嗎 還有 大學嗎 阿潘畢業 阿潘去年就畢業了嗎 應該是 然後 然後 大四 阿 宜貞嗎 宜貞也大四吧 努力的回想大家 阿麻油 對 還有麻油 麻油也是大四 祝他們畢業快樂 對啊 因為我也不知道他們的畢業典禮是不是 應該都是啦 應該不會有人辦畢業典禮 可是就是 國中不成 阿對 成成也畢業了 因為成成是國三 天啊 我有點忘記我自己的國中畢業典禮在幹嘛 我只記得有花 然後我只記得我很想回家 因為很熱 然後我們好像冷氣壞掉 我其實就是我們家裡 我現在的國中沒有很遠 可是我其實畢業一直到現在 只有回去過一次 我自己也不知道為什麼 可是我會一直經過那裡 可是我就是一直找不到理由進去 不知道欸 我唯一回去的一次是我弟弟 因為我跟我弟弟是念同一間國中 然後我畢業的時候我弟剛好入學 就是 因為我們差三屆 所以我國三畢業以後我升高一 我弟就升國一 然後他就進了 我本來在讀那間國中 然後就是 因為我們兩個名字都很特別 所以其實老師就是 就是 多半看到我弟就知道他是我弟 然後 那時候有一次是 我弟運動會嗎 還是圓遊會 然後他們就是有擺攤之類的 然後我就有過去看一下 然後就 有去跟 我忘記我們去跟我以前半島打招呼 應該有 然後 他後來好像變成主任了 就是他本來是帶完我們國三 帶完 就他帶我們國中三年 然後帶完以後 他就畢業了 然後 不是他畢業 我們就畢業了 酷喔 然後 就變成 就變成那個 他就變主任了 就是好像是什麼 教學什麼主任 我忘記了 然後 反正他就沒有再帶班級 他就不是班到 他就變做在辦公室裡面 坐在訓導處裡面 哼 哼 然後 我不知道我還其實就是還覺得 國中 我覺得我最快樂的時間是高中 就是我過的最快樂的時間是高中 然後我最 努力在念書應該是國中 啊應該是大學吧 現在 我現在我就 嗯 我覺得我國中也很努力 很努力在念書 可是我國中的成績一直沒有比 一直沒有很好 就是沒有到很 就是 我覺得我的努力沒有 跟我的努力沒有成正比 我記得我國中最爛就是理化 然後我理化真的不管怎樣都不會幾個的那種 然後真的是很慘 然後 我記得我那時候都考 很低 然後就是 連幾個邊緣都沒有 然後我那時候就不知道理化怎麼 因為那時候國二剛加理化進來 然後我那時候真的是每天 都被理化搞到很想死 然後 沒有 我看起來不是很想死 就是那時候 那是一個形容詞 可是就是 他真的是 把我弄到快瘋掉 然後 讚 沒有音樂講不下去 那個可以讓我好好聊天的音樂 好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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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我理化 就是我高 我國中的數學那些 數學也沒有很好 可是數學至少會幾個之類的吧 然後國文最好 因為我們班倒是教國文的 然後他就是 他在他的帶領下 我們班沒有人不及格 然後 大家的總平均都高 國文都可以考八九十以上 然後 再來應該就是 社會科嗎 社會科 其實我有點忘記國中的什麼 科目 國英書 英文 然後英文 我國中英文還蠻好的我覺得 我自己覺得 然後 再來就是社會科 社會科就是公民比較好 然後再來是 歷史 再來是地理 對 這三個人排名的話 體育應該也是很好 體育應該是最好的 然後 反正就是國中 理化真的是我的噩夢 然後我記得那時候 班上有個同學 就是他是我臨座 然後 那時候他排到我旁邊 然後我其實跟他平常沒有很好 可是他 就是那時候 他有來教我理化 因為我那時候真的常常因為理化 然後就覺得 就是怎麼都考不好這樣子 然後 就有一段時間 我就拜託他要教我理化 因為他理化很好 其實他是一個 他是一個其他科都不好 可是就是有理化最好的一個人 然後我想說 他這麼厲害 那我要請他教我 然後 就是我們 學校附近平常有一些素食店 然後 我就會讓 約跟他約在素食店 然後請他教我 然後可能會請他喝飲料之類的 然後就是他就 放學的時候只要我們有空就會去 那間素食店坐著 然後 我到現在偶爾還是會一直去那間素食店 可是就不會再遇到他 因為他家又不是住那邊 然後 然後 對啊 然後我就請他教我那個理化 然後就這樣子教了 我記得他連續教了我兩個禮拜吧 就是考前兩個禮拜 他每天幾乎每天都教我 然後 二部這樣 結果最後呢 我考了最高的55分 我真的是 國中理化從來沒有幾個過 就是斷考沒有幾個過 小考可能是有蒙到這樣 可是斷考從來沒有幾個過 然後 就是那一次 那一次不小心幾個 不小心那幾個邊緣 他又很開心 可是那時候 那時候還是覺得就是 他有點沮喪 他覺得說怎麼還沒有幾個 可是對我來說我已經很開心了 就是可以拿到55分 我已經很開心了 所以我很感謝那個同學 謝謝你 謝謝你教我理化 好好笑 我理化真的很爛 結果我自己都有點搞不清楚 就是發生什麼事 然後我想說我以後覺得不會選 就不管是高中大學 我都不會選跟理化相關的東西 然後我記得我的數學老師 那時候很受歡迎 就是大家很喜歡開他玩笑 他是一個女老師 然後大家都很喜歡調戲他 就是 女生也會調戲他 我覺得女生最愛調戲他 就是大家都會 就是大家都會 調戲他 然後 我不知道他現在有沒有在教 然後我那時候超喜歡他 喜歡到我一直想 我們一直想要當數學老師 數學小老師 然後 一直很想要幫他提電腦之類 就算他的辦公室 就在我們教室不遠處 可是我們就很 很想要去 就是很想要 去當他的數學小老師 等一下 他那是整人的啦 哈囉 有夠鬧喔 他那是整人 他說 他說 嗯 他們團的鼓手 32歲今年32歲的鼓手要退團 改成今年33歲的鼓手加入 哈囉 我直接傻眼 好隨便 沒什麼事情 你繼續講 然後 反正就是 反正就是 那個數學老師就是 我真的很喜歡他 所以我那時候就很想要 考好數學來 考好他 就算我數學沒有很好 可是我還是會盡量考好去 討好他 不然就是我都會寫功課 我會 我其他功課也有寫啦 可是就是 我一定會把數學作業寫好 而且我很懷念就是 以前 有時候就是 後面國三 還國二的時候 教越來越難的數學 有時候沒有辦法第一週 就馬上理解新的範圍 然後回去的作業 就全部都不會寫 然後 就會很慘 就是 你真的回家寫不出來那種 因為我覺得我理解 我數學理解的速度真的太慢了 我通常就是 第一個禮拜他教的新範圍 我回家完全都不會寫 然後我也不知道怎麼看 因為我爸媽也很忙 都沒有人要教我 然後我也不可能問我弟阿 我弟根本不會 然後 就是會很無助 然後就只能早上 六點到學校 然後等那些功課好的人來 然後來就趕他朝他們的數學習做 我那時候真的就是 每天很早都到學校 就是我那時候國中有一段時間 會想要全校第一個到學校 然後我那時候就是 早上五點就起來了 然後我真的覺得我那時候 很有問題 然後 腦袋的部分 那時候就是 因為我家離學校沒有到很遠 就是走路大概十幾分鐘就到了 然後 我也不會想搭公車 因為一站的距離有點太浪費錢 然後 不然就騎腳踏車 可是那時候有在騎腳踏車 因為我們學校前面是大馬路 然後 學校其實不喜歡學生騎腳踏車 因為他們覺得很危險 然後後來就禁止我們騎腳踏車 然後 就變成都要走路去 然後我那時候就是早上 五點起來 啊!國中生你不用化妝了 我就可以洗個臉 然後梳不兩下頭髮 這樣吹一吹然後我就出門 有時候甚至不吹 然後 我好懷念那種 醜不拉雞的出門 然後還會覺得沒差 那個年代喔 那個時候的我 現在真的是 出門都一定要夾著頭髮 還是要戴個銀眼戴口罩之類的 然後 反正就出門 然後我就會等那個校門口打開 就有時候天還是有點灰灰蒙蒙的 還沒有全亮的時候 我就會先去學校等那個警衛手術來開門 然後開門我就第一個衝進去學校 然後因為我們沒有教室的鑰匙 所以我還是得坐在那邊 就是等到 有人來開門 就是好像班上 不知道是誰有鑰匙 然後後來變成給我 因為我一直找到 然後後來就有個同學 他也就是跟我一起 第一個到學校 重點是他有點冷血 就是因為他是給媽媽在 所以就等於他叫媽媽要很早起來 帶他到學校他才可以跟我一樣 第一個 就是比看人家是第一個 我真的覺得他超冷血的 然後 那時候 反正他就是 因為他是男生 然後他是一個 就是很會體育的人 所以那時候我們學校有窗台 氣窗那些的 然後 他就會第一個 他如果到 他就會爬上去 然後 他會從氣窗 因為氣窗通常不會鎖起來 他會把氣窗打開 然後把手伸下去 他手也很長 他就拉到那個窗戶的那個鎖 就把他打開 然後我們就會 他就從窗戶掉進去把門打開 然後我們兩個人先進去等 然後後來 就是搞得很像小偷 然後後來就是 也有被老師罵 然後後來就不行了 不然那個同學也太鬧了 就是那時候我就會叫他媽寶 然後他就會覺得 他就會覺得我很過分 然後 後來就是 反正我國中就是 一直過著一個很健康的生活 其實我高中的睡眠時間都很健康 因為我國高中都很早睡 因為真的就是 那時候沒有那麼多東西可以玩 真的耶 3C害人 我覺得一定是從我高 就是高二的時候買 那時候買PS4開始 就是我整個作息都亂掉 就是國中的時候回來 回到家 有時候就不是會有晚自習嗎 有時候晚自習在學校把功課寫完 根本就沒剩多少 然後 就會回家以後 就沒有試做 然後有時候晚自習回家吃個晚餐 大概就八九點 然後我就開始 洗完澡 大概十點前後就睡覺 然後四點還是五點就蘇醒 就準備去學校當第一名 對啊 氣窗開門法 那真的是很神奇 而且就是因為我們國中 都會被記警告 不是嗎 然後我那時候不知道就是 記警告好像 是不影響嗎 還是會影響 算了吧 老師那時候跟我講 就會考前跟我 還有那個開氣窗的男生說 就是 就是被記 其實我們 我們記警告的原因有很多 就是 可能你功課沒教 那有可能是你行為偏差 會被記警告 那我可能都是 就是功課沒教 然後被記比較多 然後 反正他就是遲交 通常就是三次 就記一次警告之類的 就是像這樣子 然後 反正我們那時候就累 就是累積一些警告 然後到國三沒有消完 然後變成我跟那個氣窗仔 就那個氣窗仔 通常都是因為行為偏差 被記警告 然後 就是他可能會 跟人家打架之類 然後就是 就是之類的 然後就被記警告 然後他也有小瓜 超好笑的 然後那時候就是 因為警告累積太多 然後那時候要考高中 然後老師就有跟我們講說 最好把它全部消掉 對你們比較好 然後 反正那時候就是 真的就是 我們兩個那時候 國三畢業前嘛 就是還有會考前 大家午休都在睡覺 我們兩個都在外面做勞動服務 真的很可憐 我真的覺得我們超可憐 就是 我們兩個真的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警告特多 然後 我真的覺得很尷尬 就是我身為偶像 結果警告超多 可是我都是因為我沒有教功課 我的行為沒有偏差 我沒有因為 什麼行 就是不良行為 然後被 好沒有教功課 算不良行為 可是我就是有時候就沒寫完 會忘記寫 然後 唉 真的很慘 然後那時候就是要 而且我至少把它消完 然後那時候 就真的就是每天 每天都要去掃廁所 所以我們一直在掃廁所 一直在掃廁所 然後每天都要掃廁所 然後每天都要掃廁所 好 掃幾次 然後每次都會蓋章 然後掃按給老師檢查 老師檢查給你蓋章 然後蓋章 然後累積這個章 才可以消警告 然後有時候會有 可能我們兩個會突然 搭一個同學進來 就可能他有 可能一兩隻要消 然後他可能就是 只會出現一個禮拜 他就回家了 他就回去了 因為他就消完了 他就說 他也會很意外 我們怎麼那麼多東西要消 然後 對啊 因為 就超同學的 有時候超同學 後來老師會發現我們會超同學的啊 反正我國中就是很貧 然後 就很常備的 老師就會覺得我是頭痛人物啊 然後 然後就是 一直在笑警告 然後 我就是國三印象的聲歌 就是一直在笑警告 一直在笑警告 而且我那時候記得就是 在學校如果 就是因為氣窗仔 愛罵髒話 然後 那時候 就是只要有人罵髒話 老師就會叫他用髒話 因為我們是國文老師 然後他就會叫 罵髒話的人用 那一句髒話 造 一百句話 還是 造十句話 應該是一百句嗎 然後 要寫在那個 作文稿子上面給他 就是 叫我們不要罵髒話 然後 就是那個氣窗仔 就很多篇作文 因為他就是一直罵髒話 然後 還有就是 不是那時候 有時候 要寫字數表 就是你要被記警告 就要寫字數表 或者是有時候 沒有要經營警告 要你反省 要寫字數表 就是要交給老師 然後我們在畢業年天 老師都把它準備成 就是一人 他都留著那些字數表 跟作文 然後他就把所有人 就是 就是大家 就是把每個人的 都擠成一個檔本 然後就是 送給你一張畢業禮物 超過分 然後 雖然我印象很深刻 就是我的只有薄薄了 一點點 然後 如果你們有一些反省 就是我下次要記得寫功課 之類的 然後就不知道那個 氣窗仔粒大跌 然後就超好笑 而且老師是 把他們裝在一個福袋裡面 然後福袋裡面 每個人有一個杯子 然後他有一本書 然後還有一個 老師自己做的畢業紀念冊 裡面是只有我們班的內容 就是 我們學校有做一本 就是全三年級的內容 然後我們班到 還有自己來 掏腰包做 就是整個禮包裡面的東西 都是班到自己掏腰包的 他真的很愛我們 他真的很愛我們 所以我就覺得我之後 喔 想到這個突然就很想要去見他 可是他很見不到 對啊 然後 就是裡面 還有那個檔本 就是 就是 你的 過去的風光偉業檔本 跟你的 就是 畢業紀念冊 就覺得還 他真的很用心啊 我有在直播上講過很多次 那個班到的好話 因為我真的覺得他很用心 然後覺得他很猛 真的很扯 然後 反正就是 我國中過得很開心 有一部分 就是因為這個班到很用心 然後他想了很多 有的沒的 而且他們以前就是 男生如果 好像是罵髒 還是走廊奔跑 然後 老師為了羞辱他們 會叫他們趴在走廊上面 然後 就叫他們趴在那邊不可以動 就是你要這樣子直接 橫趴在走廊上面不可以動 就是然後 隔壁班人就會都會在同一樓嘛 然後就是大家經過想到 他們之前為什麼要趴在地上 然後殊不知是我們班到 叫他們趴在那邊的 可是他們在 就是班到在做這些事的時候 雖然真的蠻尷尬 可是其實多半大家都會覺得很好笑 對啊然後那時候 我記得我們畢業典禮的時候 班到哭很慘 因為他真的 就是我們還沒有畢業的時候 班到就哭過一次 就是關於我們要畢業的時候 而且甚至就是 我們國一進來沒有多久 然後班到就是說 就是 他是我們帶過 他覺得最有趣的一個班子 就覺得大家很團結 然後又很好笑這樣子 然後他就很珍惜我們班的同學 然後到國他就說 他覺得我們畢業他一定會很捨不得我們 然後到國三他就開始哭了 然後 我們就是每次期中考期末考結束 然後班到都會 會帶我們去仙基岩 之類的地方 還是帶我們去很多地方 對他就是哭很慘 然後 然後他之前也帶我們去爬象山 這些就是 會帶我們去爬山 然後 他之前也帶我們去過小區 但留兵 就是那時候 國三 要畢業的時候 就是我們那時候都有一些班費 然後還有剩很多 真的剩很多 就是緣遊會那時候 不知道是哪個家長提的 然後賣民兵 然後賣超好 然後真的賣超好 所以我們班賺最多錢 然後那筆錢就存下來 存下來存到國三以後 開始瘋狂的出去玩 我們去動物園 那時候還有比賽大跳繩 然後我們還在動物園門口 邊排隊邊跳大跳繩 超神經 對然後我們還去小區帶留兵 然後 我們還有去很多很多班遊 然後 就是 都是班到就是那些班費 就是都好好的用下來 可是我真的覺得就是 每次期中考完 要去爬山真的很辛苦 就是很好笑 可是就是出去透透氣也不錯 然後就是 就是像我們運動會啊 那班島都不會缺席 班島在旁邊幫我們加油 然後就是陪我們一起在 就是陽光下面 然後就是看我們的比賽 然後 班島又很激動 因為我們班其實是很會吃那個班子 就是以前 午餐 營養午餐不是那種統餐嗎 就是 那時候 是2015年還是2014年的時候 還是統餐嗎 對吧 然後那時候就是有統餐 然後 你要 每一天台的 每個禮拜台的人都不一樣 就是大家會輪流換 然後就是大家會去樓下 抬那個統餐上來 然後他打開就是 大概會有兩箱左右 然後一箱就是 主食跟白飯 就主食是很白飯的米粉啊 還是麵啊 然後還有你的肉 然後另外一箱就是菜 然後還有一 就是一桶湯這樣子 然後大家就會拿自己的那個餐具 然後就是輪流排隊去盛飯這樣 打菜 然後 然後 我記得那時候 只要吃不夠 因為其實有時候會吃不夠 因為你 我覺得就是那種打菜的制度 反而有些人可能 吃很多人就會挖很多 那可能需求量太高 有時候就大家都吃不飽 就是團散 對然後 教務處就有說 如果吃不飽的話 通常教務處都會有多放 多訂幾箱團散在那邊 就是 吃完的班級可以下去台 然後我記得 那時候開放可以下去台團散以後 我們班級就每一天都會去台團散 我覺得很好笑 就是我們班真的是吃很多的一個班級 然後 大家就是很 就是大家都蠻胖的 就是我那時候也胖胖的 然後大家都胖胖的 然後 就是 重點是 我那時候一直覺得說 跑大隊捷力他們一定跑不快 結果我發現有個胖子跑超快 然後我那時候整個嚇死 他就是我那個青梅竹馬 然後 反正就是我們 大隊捷力都會輸 因為我們真的跑太慢了 然後 對啊 雞腿一人只能一隻超不夠 而且有時候真的會少一隻 不知道是誰拿的 然後 我們班最厲害的比賽就是 就是 那時候 國 二還是 國一 國一的時候比 然後那時候我們班好像第一名 就是 可是那次我不在 因為我不用上場 然後我那時候家裡有的事情 然後我就請假 也沒有很胖啦 就是 有一點微胖 我自己覺得 因為我最胖的比起 對啊 體重優勢 那時候我們班就是 拔河永遠第一名 然後就很厲害 然後到了最後一年 最後一次比賽的時候 那一年突然有人抗議 抗議 抗議我太胖了 然後就說 要陷重 然後 把他的比賽就改成要陷重 然後結果我們就一堆 我們一堆黃金選手 全部都要下場 然後就很尷尬 然後變成就是 我差點要上場 因為我那時候最矮 所以我那時候體重其實沒有到很重 就算我那時候 沒有到很瘦 可是 那時候體重也算是輕的 所以就是不能上場棒棒 這樣子 然後結果我們班就輸了 就差一點第一名這樣 然後我記得我們班同學還有為了這件事 就是在教室大家一起痛哭 就覺得很好笑 就是現在想就覺得很荒唐 那時候會覺得 就是很可惜啊 可是就是現在想起來就覺得很好笑 對啊 然後 然後 我要記得我們那時候 有時候可能 像中秋節 大家就會約一起去那個 橋下烤肉 就有一些地方 中秋節會開放 去很多地方可以一起 烤肉去玩這樣 對啊 大家應該是難過 就是我們好不容易有個比賽一直可以贏 然後結果我們竟然因為這種字影被壟斷的第一名 太可惜了 然後 結果B.A旅行反而記得有沒有那麼清楚 B.A旅行真的是有點斷片 但我記得我也是玩得滿開心的 就覺得自己可以遇到這個半島很幸運吧 好 可是我都乖乖在房間裡面 因為我真的對其他房間的同學 還是其他房間完全沒有任何的興趣 我只對我房間裡的朋友沒有興趣 所以我都只會在房間裡面玩 我也不太會亂打電話 謝謝HANA的文首禮 謝謝 然後 對啊 國中大概就這樣 啊 國中不是會有那個社團要參加嗎 然後你每一學期參加社團都不一樣 然後我記得 我那時候在打跆拳道 然後 我打跆拳道打了一段時間 所以我從我五六年級開始打大量 然後 我好像國二的時候 跆拳道就 我們道館 就真的是我們道館 因為我們道館是在學校附近 然後我們道館就被學校請來 當那個跆拳道社的教練 就是顧問老師之類的 然後 那時候就 跑去參加台拳道社 就想說 我是認識了教練這樣子 結果後來真的就是 真的就是認識了教練 然後後來就是 嗯 就是發現連在那邊 連參加那個社團的同學 很多的都是我們道館裡面的同學 然後我覺得就 還蠻開心 就好像參加了兩學期左右 然後 後來我還參加過 影條社嗎 我後面還忘記我參加什麼社團 我記得 國 是不是只有國一國二有社團 對啊 最後一堂課 然後 真的是很酷 就是國中的社團是 就是你 你填志願嘛 然後 就是那一節課 就是很像大學 就是你那一節課 會跟大家去不同教室 然後你可能會接觸到隔壁班的同學 對啊 國三考試誰不參加 而且我記得我每很久以前有一個叫進士的考試 然後就是 他是 就是那時候有進士的時候 其實就是一學期只有兩次斷考 那時候一學期只有兩次斷考 然後因為還會有個進士 然後進士是考五科 就是國音術 自然跟社會的樣子 然後就是都會考五科 然後每一科會有排名 我忘記了 那時候好像實行沒有多久 然後就改成三次斷考 然後進士廢除了 我那時候考進士好像是我國一吧 就是競賽的進士 考試的士 看電影看到下課 這也不錯啊 我同學現在就是有人在大學考 就是上那個同事課 有人就是上那個什麼演講課 然後真的是每一節課都要聽演講 沒遇過這個 真的嗎? 他是不是也成立沒有多久啊 我來查一下這個東西好了 我來查一下這個東西好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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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正那時候真的有這個東西 哈囉 不會熱啊 台北還蠻亮的 然後 高中就 高中還蠻開心的 可是我們高中班上幾乎都是女生 所以就是還蠻 蠻 特別的感覺 就是還有一種很特別的體驗 嘿呀 冰可樂送 告白氣球 謝謝 髮切了 耶 切得ないよ 前髮が ちょっと長い 今日 切るかもしれません 自分で切ります 前髮を 哼 大三十有意學習都在拍微電影 因為唐哥我是微電影主角 我真的覺得就是大 大學會有很多要拍微電影的時候 然後就會一直要去演人家的微電影 就是我大一的時候還不是現在我這間大學的學生 然後那時候他們有拍個英文的微電影 然後就是我有個同學 他也是客串了三個班級的電影 我會覺得很好笑 因為就是我們科系的男同學很少 然後他就是一直被找去拍 就是各個 各個電影的男主角之類的 或是男配角 那如何都 要有一點顏值才能不能強手 他聽到的話應該會很開心喔 好 我通常都只會當那個就是 想台詞的人之類的 好英文的話可能沒有辦法 直接升格班草 可惡 我應該也要去選了什麼 電機器之類的讀的 而且就是我高中班上很多女生 然後就很多很漂亮的女生 可是我覺得就是班上都是女生 就是你會常常看到女生素顏 然後你就會覺得 這是一個溫暖的大家庭 就很好笑 就是高中的時候 第一學期蠻多人就是上課都會 就是雖然大家都高一顆 大家都會化妝 我那時候不會化妝 那時候真的是一個小譜 就是一個 小土妹 然後那時候就是 想說我就是有穿衣服出門就好 就是我沒有想太多 然後 反正我就是 我就是每天就是 記得洗澡 然後記得穿衣服出門 就好 然後就是去學校 我也不會想太多化妝 然後是後來的同學跟我說 阿你 怎麼都不化妝 然後他就 帶我去買化妝品 還叫我 就說你一定要用這個喔 試試看你教你怎麼用這樣 然後就開始 快高二的時候 開始化妝上學 然後就開始 愛上了化妝 從此踏上了化妝這條不歸路 然後花了大把子新台幣 就為了換取 漂亮的妝容 然後 然後 我們班的女生就是幾十個在洗澡 我覺得我們班的 男女比應該跟 氣 機械科的男女比 是相反過來的 就是男生很少 女生很多 可是我反而覺得 就是我們班的男生很可憐 就是他們是 極少數 所以其實他們在班上 存在感薄弱 我 三仙女 數學系只有三仙女 數學系的男女比那麼慘喔 我以為他們很平均耶 反正就是 高中也蠻開心的 因為我覺得高中 高中雖然沒有那麼多活動 就是我沒有參加過那麼多活動 甚至社團我也幾乎很少參加 然後 我在學校也沒有什麼 做特別做什麼事情 然後 比賽 我有去考 我有去比 我有去比賽一次 就有參加過一次學校內比賽 然後去考過正照 就學校希望我考 跟後來額外有一些可以考的時候 我有去考 其實我做的只有這些 可是就是覺得 日子過得很頻繁 然後 其實那段時間我反而是最享受 校園時光的時候 就是覺得 嗯 日子每天都很安穩 然後 同學都很好 大家每天都很開心 然後 不斷的打傳說 然後就覺得我高中 充滿傳說對決 我的高中的午餐時間 跟下課時間 真的都是在傳說中度過 我可是開服玩家 然後 玩到現在大學同學教我好友 發現 我的場數多達2000場 都說我神經病 然後他說你的法 他說你法師打過幾場 我法師大概打1000多場 他說你 他說你有病喔 然後 我也太傷人了吧 對啊 就是幼教科之類 幼教科之類那種 就是全班就是 男女比就會很淒慘 但其實 護理 是什麼護校啊 還是什麼 就是那種 武專之類的班級人數都很多 因為他們跟普高不一樣 就是普高會再分班 高二會再 再編班之類 然後不然就高二一次會 一學年會很多班 可是 專校也是就是 專校高二不會重新分班 關大事集 當然啊 因為我都不打排位 因為我排位升上去 我就怕我會輸 我不想輸 因為你排位升上去 你面對的敵人就會更強 我又不想 我以為這個我都不打排位的 後來發現舞蹈老師的傳說很厲害 然後我就不敢在 就是TP裡面亂講自己是傳說大事 可是我的場數真的不是在開玩笑的 我真的很喜歡 打傳說 可惡 我最近也在玩 我最近就是疫情在家裡 就是每天起來就是 再登錄一下 要不然就是 我動聲已經快 一 快 快 四五天沒開了吧 然後 我最近都要幹嘛 我最近 我最近起 就是沈迷上一個小破手遊 然後他很有趣 他就是很像 你知道Candy Crash嗎 他很像Candy Crash 可是他不是 他不是Candy Crash 然後他就是 他就是之前會一直出現在我的很多手遊裡面的廣告 然後我就真的好奇給他下載起來 我就一直上癮 然後他就是在玩說 就是你有一個自己的豪宅 然後你要佈置他 就是因為他很破舊 你想要你爸媽想要把他賣掉 他有劇情喔 然後 你不希望那個豪宅被賣掉 因為你覺得是你爺爺留給你 然後很珍貴 然後你就要去維修這個整個 因為他這豪宅超級巨大 真的是 神巨大的那種 然後就是你有很多房間要整理 你自己的主卧房 客廳 廚房 二樓 你還有後院 你還有釣魚的地方要整理 所以你整個整理起來 就是感覺會花上好多時間 然後 他也不斷更新裝 然後你還有就是 朋友的海灘要幫他整理 我想說為什麼要幫別人整理海灘 然後把你 整理一個 翻修一個家具 就是要花一顆星星 然後你星星就是要 通過小遊 通過那個遊戲才可以獲得星星 就是他有個很像Candy Crash的遊戲 然後 你就是 過那個Candy Crash的遊戲 你就可以 一關然後就一顆星星 就是這樣子玩 然後他還有一個體力 我真的很氣 可是他有時候 你可能破了五關 他會送你30分鐘的無限體力 我跟你講最崩潰的就是 你要睡前玩 然後 這睡前真的不能玩 因為你睡前如果獲得一個小時的體力 你就完蛋了 你睡得下去嗎 我睡不下去 然後我就會繼續玩 然後我繼續玩 一個小時快到以後 他又說 再送你30分鐘 我想說我不用睡了吧 然後我就繼續玩 但是真的會上映 因為他好像還不用網路 然後就是整個很好玩 然後 我後來又下載了 跟他很像的另外一款遊戲 就是玩的方法一樣 可是他是美容的 就是 就是 他幫你翻新你的 他是就是 假裝是一個節目 然後 就是你要去幫助那些 不會打扮自己的人 然後翻修他的家 跟打扮他 對 就是那個 欸那真的很好玩 我跟你講我真的狂玩 然後 我就瘋狂了 兩個遊戲交換完 體力每日玩另外一個 這樣一直交換完 然後我的人生 最近就是一直泡在那兩手遊裡面 對 對啊 因為就是 不要網路很方便 真的很好玩 好好笑 而且我就是手機 已經沒什麼空間 因為我的相簿有兩萬多張相片 最近快三萬張 然後我裡面還有 三萬個照片裡面 就是包含了兩千多部影片 然後我就快要沒有空間了 然後我還一直下載 可是我一直就是很懶的把那個 檔案轉到電腦上面 因為我無聊就會想要翻相簿啊 我覺得我相簿裡面的影片疊起來 都可以變成一個超長的電影 而且都是廢影片 其實我都會拍一些廢影片 所以我可能會成一天我高中的廢影片 然後不然就是 成一些 其實我高中的時候 做過一個很白癡的事情 就是 那時候很流行 玩那種整人玩具 然後那時候買了一個 整人的洋芋片館 然後我就是每一節課都會去嚇老師 然後就很好笑 就是 可能 我不會嚇那種太兇的 我也不會嚇教官 因為我就是非常 非常被罵死 然後 然後 然後就是 我那時候就買 它就是一個 很像洋芋片罐的罐子 然後它就是打開 裡面會有一個蛇 就是跳出來 它就裡面有彈簧 然後就是突然衝出來 然後那時候就 常常拿那個罐子 然後就是給同學 不同同學 他們就可能做第一排同學 上課就說 這個老師你有沒有吃吃看 但是我姑姑從國外帶回來的 因為那個包裝 就是台灣沒有的洋芋片 他說你要不要吃吃看這個洋芋片 然後可以幫我開嗎 打不開這樣子 然後 就是老師還不會問你 為什麼上課要吃洋芋片 他們就是還真的會幫你開 有些老師真的會幫你開 他們就是這麼好 然後 他們開的那些 撒那蛇就會衝出來 然後十之八九 就是我們班上有一個 我們班上有一個 就是 男生 可是他很女性化 然後他就做第一排 因為他會被抽到 然後 那個 就是他明明就已經看過那個 罐子很多次了 然後他每一次開 他都可以被嚇到 就是我每一支影片裡面 只要他老師打開 老師嚇到 然後他第一排會跟著嚇到 我就覺得他到底有什麼好嚇到 他都嚇到三四次了 他真的很鬧 然後對今天是他生日 我有祝他生日快樂 這很好笑 然後他就是 一直被嚇到 我就想他不是都知道 那個時候會跳出來 他自己還會嚇到 超好笑 我跟那個 我跟那個同學到現在還會聯絡 因為我們家住很近 然後重點是很好笑 就是他打工的地方 在我現在學校的隔壁而已 所以我現在有時候放學 都可以去找他 然後 反正就是我就做過這種事情 然後大家都覺得我很 而且我之前還買過 一個喝汽水涼帽 然後我那時候很沉迷於 就是學校 早餐店 學校隔壁早餐店的 大冰奶 然後我那時候就是會買 兩杯大冰奶 然後裝在那個 喝汽水涼帽上面 然後下課喝給大家看 那個才199塊 我在商城上面買的 我在商城上面買的 那個真的很好笑 就是我 只是一個 不會點子很多的人 老師們應該都很怕我 但我現在大學已經不會這樣子 大學還沒有辦法跟老師那麼熟 就沒有辦法做這種事情 欸我跟你講真的有喝汽水涼帽這個東西 可是我覺得沒有很好用 因為飲料太重了 所以你帶酒頭會不舒服 而且你又不能只喝一杯 你一定要兩杯齊可 他就是連著 然後 他連著吸管 然後他這樣就是放在這裡 然後你就可以這樣喝 大學懂得熟練 對啊我大學越來越社會化了 真的很好玩欸 就是穿制服的學生生活 而且穿制服很方便 就是你不用想今天要穿什麼 所以我穿搭一直到 高三再開始起來 就是我同學 就是我突然發現 欸我好像真的沒有什麼衣服 然後我再開始買衣服 我現在也沒有到很會穿搭 可是只好就是 我有衣服穿了 這怎麼戳一下是啥 我要特效 換這個 對啊 真的蠻好玩的 然後 我大學還不敢亂整 因為我跟大家都還沒有到很熟 所以我覺得大學應該是一個 大人 就是大家要準備成長的地方 我不是在做那種幼稚的事情 我也是成熟大人的 嗨 我今天聲音真的很雅 誰沒穿衣服 你叫什麼 誰 誰沒穿衣服 我突然想到一個很好笑的東西 就是沒穿衣服 我就想到那個國洞 你們知道國洞嗎 就是那個 那個 就是那個統神的 統神的哥哥嗎 然後 反正 就之前有個新聞 然後就很好笑 因為他去世新大學演講 然後 新聞的標題就給他下黑白照片 然後下面寫說 就是 國洞去世 然後 新大學演講 那個真的超好笑 那個整個抽到好笑 那個超好笑的 就是他第一行打國洞去世 就是死掉 可是他沒有死掉 就是他去世新大學演講 但是國洞去世 新大學演講 然後為什麼要把那個心 放在第二排 就是整個 整個誤導我 然後那時候看到想 蛤? 這麼突然 然後 喔 去世新大學演講 原來 然後我就覺得超好笑 我要把那張圖存起來 欸 都是故意的 我真的覺得很好笑 然後他還在留言說 就是 就是 去演講為什麼要穿衣服 然後後面還開始懂這個梗 所以 原來國洞好像都不穿衣服 是嗎 我不知道 我不要亂講話好了 反正就很好笑 反正就很好笑 真的很好笑 然後 還是這麼 我國中很喜歡看那個 實況主玩遊戲 因為那時候沒有什麼電動 然後到高二的時候 那時候就一直很想要一台PS4 然後就一直煩我爸 生日快到 我記得我高中的時候 就是我現在都不太會跟家人要生日禮物 然後我也不太會跟家人拿錢 之類的 因為我會覺得很不好意思 可是國中 高中 畢業前我就是一個很厚顏無恥的屁孩 然後那時候就是 很喜歡跟爸媽要物質上的東西 然後我的時候就是可能生日禮物領完 然後我就開始在想說 有什麼節日是我可以索取禮物的 我那時候真的是很屁 然後 就是 通常每一年的生日 都是我想換手機的時期 就是 我會覺得就是 生日禮物就是要要一個大筆 然後那時候就在判 就是判斷 就是我想說 我高中的時候還想過 兒童節我到底可不可以領禮物 就是我想說 我可以說兒童節我要什麼禮物這樣子嗎 然後結果後來發現 喔兒童節好像跟我沒什麼關係 然後 就是 可是我爸 通常都會就是 生日的時候他幾乎一定會 送我個什麼 就是 就是可能會送我個手機之類的 可能還會就是送個 嗯 就是一定不會是小東西 就是可能會送不錯的東西 然後現在已經還好 就是現在我不太會讓我爸 送我太貴的東西 就是我那時候 我記得我那時候生日的時候跟他要了一個 隨便好像也沒有要什麼 就我沒有跟他要禮物 然後 他就 覺得說就是 啊真的不用嗎 這樣子 然後我就覺得說完了 完了我就是 我已經把我爸訓練成這樣 就是 爸爸已經 覺得沒有買貴的東西給我 會回身不對勁 然後我就決定 我一定要做個乖小孩 我也要回報他 對 以後換我每一年送爸爸 一台手機 雖然我爸可能不想要那些東西 你知道我爸就買一堆平板電腦 超瘋 他一次買兩台 我說他那麼多台幹嘛 他說他要學中文 謝謝建國楓葉 當時生日禮物都是小說居多 喔對阿我之前有段時間很喜歡 叫我爸爸幫我買書 我爸很喜歡幫我買書 他說不管內容是什麼 只要是書他就買 我覺得超好笑 不過我爸被制約 對啊 我就覺得我爸對我太好了 就是到我現在 害我 就我現在 長 就是我現在 也不是說長大 就是我現在開始領悟到 我覺得有時候 人要到一個階段 會開始領悟到很多事情 然後 就是我現在已經開始在慢慢領悟這些事情 然後我就開始覺得 我以前到底在想什麼 有可能是因為我現在 有能力可以照顧好我自己 所以我就會 開始在想說 欸以前的我在想什麼 可是那個時候 我並沒有經濟能力阿 所以可能就是會有那種物資 我很難控制自己的物資欲望 這就是我自己該檢討的 他就是要學那個阿 他有下載那個學中文的軟體 然後就要用那個平板電腦玩 然後就要用那個平板電腦玩 對啊 然後我就覺得我小時候幹嘛 要要那麼多東西 還有我現在如果要加倍 加倍 加倍報恩的話 不就是要更辛苦嗎 夭壽 雖然沒關係 我爸媽開心就好 然後 反正就是 就是希望他們可以 開開心心的之後 就是希望自己 大一點以後可以就是 給他們一個舒適的養老生活 之類 雖然我爸說他想要工作到死 可是我應該不會讓他這麼做 我爸說 養老生活多無聊 他坐在椅子上不能坐 真的太痛苦 還不如跟死 他說還不如去死 然後 我爸說 他是開玩笑的 他就是覺得說 他覺得就是 很那種 就是在家裡整天不知道做什麼 這種生活很痛苦 他想要一直工作 就是他每一天都要有事情做 他才覺得生活有意義 就是他的生活觀念 是這樣講 我自己也會有點這樣子想 就是 我那時候也是很想要體驗看那種 無所事事在家當蜜蟲的感覺 然後 我那時候就 才嘗試了一個月 我就受不了 我就出去打工了 嗯 伯爸先不住 伯爸應該跟我蠻像這一點 伯爸超級工作狂 他好像都是在工作裡面獲得滿足吧 之類的 然後伯爸也很喜歡做家事 然後我真的就覺得我媽 嫁對老公 因為我媽 我媽嫁了一個 會修電腦 會修家電 然後會修任何東西 然後 又疼小孩 然後又很喜歡做家事 又很喜歡工作的男人 然後最終於是長得又蠻帥的 對啊 欸伯爸真的是 條件好到一個爆了 當然我媽條件也很好 我媽很聰明 然後 又就是做飯也很好吃 然後 講話又很好笑 我媽很活潑 我覺得我的 我爸其實也很搞笑 可是我爸的搞笑 通常都是 把快樂箭子在別人痛苦之上之類 就是跟箭子在我的痛苦之上 他以前小時候真的很常追我 然後 就是 之類 就是覺得他們兩個 我媽也會學老公啦 而且我媽也 就是我爸來開玩笑 我媽也幫了他很多 他們兩個都很讚啦 對我來說 然後 然後 嗯 伯爸都把 柏林都把伯爸的臉遮得住 當然 那個燒炭 對啊那個 那個不是在開玩笑 那個真的是太把我用死 你們需要 你們需要 有萌新需要付一下燒炭事件嗎 就是 嗯 因為伯爸很愛烤肉 伯爸真的很喜歡烤肉 他喜歡跟大家 家人一起在 後院BBQ之類的 然後剛剛我們家有個後院 就是亮衣服的地方 然後空間蠻大的 以前我們都會在那邊玩滑溜滑梯 不然就是 就是烤肉之類的 然後呢 伯爸有一年 好像是去年前年的事情 然後就是 要跟我們 烤肉 然後通常烤肉就是 他要先架梨子 然後還要弄爐火 就是把炭放進去 然後生火那些 那些都是伯爸做 啊我們的後院是一個開放空間 他是一個 一個 他叫開放空間 就是他是沒有窗戶 也沒有牆壁的地方 他是一個 完全透氣 的一個後院 他是一個 就是你看得到天空的地方 然後 所以他就是 那邊是可以烤肉 然後就只要衣服收起來就好 然後 然後呢 就是伯爸是一個 很極性質的人 他那天不知道是怎樣 他就是想要 成一石之塊 你知道他怎麼做嗎 我那時候躺在沙發上面 怎麼覺得就是 一直有個味道 一直有個很怪的味道 然後我就躺在沙發上面 因為我在客廳 然後那個 我們廚房到客廳是沒有 沒有那個 那時候天氣很熱 我就開冷氣 所以 家裡所有門窗都是關起來 可是 廚房到客廳 的那個門是永遠都不會關的 因為那個門壞了 然後我們都不會關起來 所以我在客廳 我那個怪位 然後 我想說廚房怎麼 然後我進廚房看我爸在幹嘛 你知道嗎 我爸把 就是他把那個網子 架在瓦斯爐上面 就是他有個那種網 鐵網架在瓦斯爐上面 然後他把 炭丟在上面燒 我想說你在幹嘛 然後我就趕快把 我就直接 你在想什麼東西 然後我就趕快把那個 我阿斯爐都關起來 我說你瘋了 我說你在家裡這樣燒 然後把全家人害死 然後 他就說 喔不能這樣子喔 我想說這樣比較快阿 不會怎樣嘛 然後我就想說 差點就出事了我跟你講 出事阿伯 然後 我跟我媽講的時候 我媽真的也超生氣 我媽很瘋了喔 然後 真的是超瘋狂 那時候真的是覺得 很危險 不是 沒有開窗阿 真的是沒有開窗 我們沒有開窗 那個時候 因為開冷氣 所以所有東西都關起來了 然後博爸會覺得說 這樣比在外面那邊慢慢煽風 還要快很多 他就直接用瓦斯爐火 那大火燒那個炭 然後就很像那種燒炭場景 就是你這樣一疊一疊炭量 疊炭這樣燒 然後 到底在幹嘛 真的很瘋狂 而且 那時候只有我跟我爸的樓下 而且 我差點被他害死 而且我那時候腦袋也就是一直 我腦袋也就是一直有那個新聞畫面 然後就是 活性女子 活性男子 意外燒炭身亡這樣 然後就是 然後全世界都知道是誰 因為姓柏的人 就只有我們幾個 對啊 我一直覺得如果我上新聞的話很吃虧 雖然我不會做壞事上新聞 可是就是 萬一未來以後我上新聞呢 然後打馬 就是柏姓女子 然後你們就知道是我阿 完全沒有保護到我 超好笑的 真的很瘋狂 但是這件事後來博爸有道歉 就是某一天吃飯之後 又提到 然後博爸之後道歉 他就覺得他這樣真的很危險 然後 可是你現在也知道 但就是還蠻有趣的 因為美食所以有趣 你們有遇過什麼那種 生死交鋒 生死交鋒的時候嗎 那天應該是我的 人生的 差點 差點 就是差點出事的一個日子 印象非常的深刻 博爸說他人生有昏倒過兩次 他說他小 五歲的時候 小時候五歲的時候 他騎車從一個大斜坡 流下去 他是一個社區的大斜坡 然後大家會忍心到齊 然後他殺不住 然後我就想到說 荷蘭很多腳踏車沒有 方向可以煞車 然後 就是博爸小時候就是在踩煞車 沒有殺好 然後頭去撞到樹 然後他就昏倒了 然後他被 住附近的住戶撿回家 照顧 然後 照顧好之後打電話 就等他醒來以後 打電話給他媽媽接回去 然後 第二次博爸說是他八歲的時候 他說他那時候小時候 就是 站在餐桌上面 他以為他自己披上披風就可以飛 然後他就跳下來 結果他就撞到頭就昏倒了 然後還有他媽就在旁邊 反正我就覺得說怎麼 人可以那麼容易昏倒 呵呵 他人生還沒有來到兩位樹前 就已經先昏倒了兩次 真的很瘋狂 哪有 我們這個哪有有趣 就是因為是博爸做的才有趣 等一下我還要拿照顧眼鏡 等一下我還要拿照顧眼鏡 好像沒電 我以為可以撐下去 但是 跪一下 嗯 我把我的包子交給別的 等會啥 我發現在路上交通事故嗎 那好可怕喔 我以前也有目睹過交通事故 然後真是嚇死 我以前也有目睹過這個 流浪和打清潔隊員 然後是在我們學校門口 然後 那時候就是放學 那時候好像是暑假寒假 然後晚上也是去消 消勞福食術之類的 然後 就高中也是一個多災多難的人 然後 就跟我同學 好朋友一起去消勞福食術 因為 就是寒假可以跟學校 要約時間去做那種勞動 去累積那種勞福食術之類的 然後 就是在學校打雜彎以後 要放學 然後就在等紅綠燈 然後紅綠燈 對面剛好就那個 垃圾車要來收垃圾 然後 好像就是在趕那個 流浪漢 然後流浪漢就扁他 然後他就跟著清潔隊 兩個人 就扭打在一起 然後我們就站在對面這樣全程目睹 可是我小時候也被博爸救過耶 就是 我小時候有一次在港口的地方 附近騎腳踏車 然後那時候下坡的時候 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借來的腳踏車 煞車壞掉 然後就眼看我要衝到 我要掉到港口裡面 然後我媽就尖叫 然後我爸就用一個很快的速度 從後面追上了我的腳踏車 然後抓住我的後座 然後我再快掉到港口前的 兩公司左右停下來 我那時候真的快嚇死 而且我那時候年紀很小 然後那時候就這樣子失控 不小心衝下去 我自己也快嚇死 那時候我印象很深刻 因為那個時候是 好像才剛上 還沒有上小學的事情 然後 反正我那時候就覺得我爸很帥 欸 騎太快 殺住我人剛好在忽然前面 天啊 不然人家肥出去 而且我國賽很長一段時間都在騎腳踏車 然後在路上其實都沒有遇過什麼特大危險 就是 我媽媽在我考駕照前一直很反對我騎腳踏車代替 機車然後在馬路上面 騎 因為他就是覺得很危險 可是我就覺得說可以省車錢 然後我又覺得可以運動 然後我又不喜歡大眾運輸工具 只是我不喜歡公車捷運那些 然後 所以我都騎腳踏車 可是我其實騎了這麼多年我都沒有發生過什麼事情 幸運吧 跟我有遵守交通規則 對啊腳踏車真的是蠻危險的東西 現在腳踏車比較 盛行吧 因為我國中那時候還剛有U-Bike這個東西吧 然後 那時候我都騎U-Bike 然後後來也有自己的腳踏車 其實我很懷念就是那時候大家都有自己的小破車 然後大家都會自己改東西 自己裝東西上去 然後把腳踏車弄得很像自己的這樣 因為現在 我現在很多就是國中跟我一起騎腳踏車 同一現在真的都在腳踏車店打工 不然就是真的在 學習腳踏車的自行車的那種 公路車啊 還是什麼自行車那種相關的知識 然後就是 在做這種工作 然後不然就是準備要做這種工作 然後還有人就是真的有在 買那種公路車 然後每天都會去騎車 然後之前我還有一個朋友就是他 會去環島 就是我們國中都一起騎腳踏車 然後他們都帶我洗髮車去很多地方玩 然後他們現在真的都有在做這些工作 我覺得很神奇 然後 就是他們雖然現在騎的都那種好幾十萬的車 可是我們也 我們就是還會很懷念以前 大家一起買那種小破車 然後 就是跟著我們去很多地方的小破車 對啊 就是很懷念那段時光 那時候真的就是 每天他們要來找玩 就是停在我家門口 然後叫我按門鈴叫我出來 然後 我就牽我車出來 看到他們兩三台車停在巷口等我 然後我們就一起騎去玩 那時候剛18考駕照的時候 就有其中跟講說 他那時候有沒有18 然後他那時候說 你們這些人考駕照 忘記腳踏車 一直在騎機車 忘記腳踏車 然後他自己 他自己騎最兇的 他後來 買了摩托車 騎得比腳踏車還兇 對啊 擋你滿俏高 各位 沒有 我就覺得說 就是 現在長大 有時候就很懷念以前 可是就是也會謝謝 那時候小時候身邊的人 就是讓自己有一段這樣的回憶 就算 像我剛剛前面講的那個素食店 就是我已經 我現在還是會想去那間素食店 可是就是 曾經會在那邊的同學 現在已經不會在了 可是我就覺得沒有關係 因為我之後可能也會跟新的朋友去那間素食店 這是什麼渣男發言 就是我之後也會 在各種地方創下我自己 那個時光的美好回憶 然後我再大一點的時候 我又會再回去懷念這段 這段美好時光 就跟我現在在聽TP 然後 現在過了這樣的生活 然後每天跟大家這樣這麼開心 然後 做我喜歡的事情 我覺得 跟我以後長大了 回首這段時光 應該對我的人生裡面 又是一個更不可思議的時間 就了我不去心能不愛 可是現在 可能人生真的就是這樣子啊 就是 你不可能永遠都是保有在一個關係 或是你永遠都 一直在 同一個環境裡面 就是這麼 快樂 不可能 感情一定都會膽 我覺得 當 你們的方向 有所不一樣 那你們朋友就會 就是 一段友情 就是一段感情友情 不管是這樣 就是你們 只要人生的方向不太一樣 就很難走太久 就是 像你們國中可能是很好的朋友 可能你們高中的資源不同 去了不同的學校 你在新的學校有新的朋友 你一定還可以在各個地方找到更多朋友 然後 就是 可能你現階段最好的朋友就會換人了 可是 你以前那段時光陪著你的那個人 你永遠都不會忘記 我覺得 你獲得新的回憶跟新的朋友 那些 不代表你會把以前的朋友忘記 就像是 我現在在大學我自己的朋友 然後 我在高中的朋友 現在偶爾都會聯絡 可是我永遠都不會忘記 那些國中跟我很好的朋友 或者是 嗯 嗯 高中那些很好的朋友 我也都不會忘記下哪 結果反而覺得說 之後陪我最久會是我高中朋友 我高中有段時間很想要回到國中 那個時候我在高中 那時候高一的時候 然後我在高中 剛入學還沒有交到很多朋友 那時候一直很想要回到國中的時候 然後 在我高中後來交到朋友 就是白殺亂事件後 我就比較不會那麼懷念國中的事情 就是還是會懷念 可是不會想到 一直想回去那樣 因為不可能回去啊 你回去的也不會有那些同學在 他們都已經在各自往自己的目標前進了 你還活在過去的回憶裡面 不要找特效保險就不錯了 真的 那故事真的太慘了 我對於新階段也都很不安吧 嗯嗯對然後開始回憶過去 對啊就過去了很多不好的回憶 然後不好的回憶可以讓你 就是成長 好的回憶也可以讓你 成長 對我來說就是 時間不會停下來 所以 在有限的時間內 做喜歡的事情 然後讓時間變得有意義 以前國中會覺得 畢業典禮這種東西很無聊 然後到了高中會覺得 畢業典禮這種東西很有意義 上了大學也會覺得就是 畢業典禮真的是 開始懂它的意義在哪裡 啊這就是人生 呵 如果你找我 推銷保險的話 他有想到前天一個故事 就是我朋友的群組 然後 我朋友就是 就是我們班 不是我們班 就是我高中的 三個女生跟我很好 然後我們四個人有個群組 然後就有個女生在裡面發了 就是人氣起司蛋糕店 然後就是提供宅配 然後他就發在群組裡面說 就是 欸這間很多人賣欸 好好吃的樣子喔 如果有人訂給我吃 我就嫁給他 然後我就發了一條新聞 我就發說 人氣蛋糕店從此滯銷 幸好 想嘗試新事物的心態還是保留著 對啊 我也喜歡現在的 但我今年沒有畢業典禮 哈囉 你是國三嗎 還是高三 還是大四的學生嗎 雖然就是今年沒有畢業典禮很可惜 可是我也想祝你畢業快樂 大四QQ 天啊 祝你 畢業快樂 我也覺得就是很可惜 就是我自己 我們學校就是大四的學生 今年他們很多畢業展覽 就是全部都學校 不然就改成線上 然後我自己就覺得 很可惜 因為我有認識一下我們學校大四的學長界 然後就是看到他們這樣子 然後我也覺得 就是很可惜吧 因為就是四年的回憶 然後可能沒有辦法有實體的畢業典禮 所以我覺得重點是 就是 嗯 跟誰一起吧 就是 雖然沒有實體的 可是 我自己是這樣想 就是雖然我覺得 我講什麼也都沒有辦法 就是 挽回大家的遺憾 可是就是 像我在家裡上 線上課程的時候 也會很想我的同學們 然後我就會覺得說 可是這個時間 也是 蠻特別 就是我可以自己 做很多事情 對啊 安全重要 嗯 就是謝謝大家 謝謝你們犧牲了 你們的畢業典禮 來換取 大家的安全 祝你們畢業快樂 好恐慌美啊 可是粉粉好像也可以 反正時間差不多了 講一講時間又過了 很快 不好意思喔 明天 禮拜三晚上 九點也有直播 明天禮拜三晚上九點也有直播 所以明天 也是在浪Live見面 對啊 為大家的安全 我們就是必須犧牲 雖然我覺得畢業生的犧牲很大 好 今天就是祝全體的國三生 跟高三生 還有大四生們畢業快樂 然後希望你們到 下一個新的環境 都可以一切順利 然後雖然沒有了畢業典禮 可是我相信你跟同學之間的情誼 這些都是不會改變的東西 這四年的回憶 三年的回憶 也都很重要 也都會好好的 烙音在你的生命裡面 喔 玻璃好會講話 沒有亂講 就是 對啊 然後希望疫情趕快過去 然後大家之後都可以 健健康康的 然後快快樂樂的生活 那我現在來念今天的排行 照慣例的念一波 第六個字 謝謝 謝謝中瑩 謝謝你 第五名謝謝HANA 謝謝HANA 謝謝HANA 謝謝 第四名謝謝CJ 謝謝CJ 謝謝 再前三名 第三名謝謝後瑩 謝謝後瑩 謝謝 耶 第二名謝謝搖搖冰可樂 謝謝 再是第一名 謝謝阿正 耶 其實我自己還蠻喜歡我去 獅子那一套的系列的照片 因為都是我剛接完頭髮拍的 好 謝謝大家今天來看 微波波 然後大家今天好休息 明天早上 要上課上班的人加油 我明天要上課嗎 我說明天早上要上課嗎 先思考 嗯 我忘記耶 欸我明天好像沒有找吧 好啦 不然我等下再思考 明天見明天見 掰掰 大家晚安 晚安 謝謝大家今天的考直播 明天見 祝大家盡盡可看 你們自己課嗎 因為有些課是雙周 有些課是單周 我自己有點忘記 完蛋 你都快了這學期都要過完 我還不記得我的課表 晚安 好幾乎 好幾乎 沒什麼 沒什麼 好